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休斯顿公立图书馆的中文故事时间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 好饿的小蛇 图文作者宫西达野 好饿的小蛇 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在散步 它发现了一个圆圆的苹果 你猜猜好饿的小蛇 会怎么样 真好吃 第二天 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在散步 它发现了一根黄色的香蕉 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么样 好饿的小蛇 провер 放进来扭去在散步 它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饭团 你猜猜 好饿的小蛇会怎么样 真好吃 第四天 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再散步 它发现了一串紫色的葡萄 你猜猜 好饿的小蛇会怎么样 真好吃 第五天 好饿的小蛇扭来扭去再散步 它发现一个带刺的菠萝 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么样 咬咬咬咬 真好吃 你猜猜好饿的小蛇 会怎么样 扭来扭去 爬上树 然后啊 张开大嘴 还是咕噜 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中文故事时间 希望可以很快的再一次见到你们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